一大堆现金和金银珠宝像小山一样堆满了桌子 你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这也是哪个独豪啊 该不会是偷的或是抢的吧 你猜的没错 这钱就是从银行金库盗窃的 而且还是15年前发生在阿根廷的真实银行抢劫案 要说进入21世纪 这科技已经很发达了 怎么就让六个盗贼轻易得手了呢 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小小的烟头说起 我们的男主卷哥人到中年也没混出个模样 平时呢有两大喜好 画画和摔跤 闲下来的时候总在苦思冥想一个问题 有什么事能让自己愿意为之付出生命 心理专家就鼓励他 如果你找到了就放手一搏吧 这次谈话没多久 一个机会就悄然而至 这是一个雨夜 下晚班的卷哥在等公交车 被一辆汽车卷起的雨水弄湿了全身 自然手里的香烟也没法吸了 可当香烟顺着水流飘走的时候 卷哥好奇地跟了上去 香烟被冲进下水道的那一刻 卷哥也被带到了一家银行面前 他看了看银行 顺着下水道井盖找了下去 终于发现下水道连通着一条内河 他坐在下水道出口的边上 听着流水的声音 一个罪恶的想法开始自生 他先是去找了自己的好友汽修哥 当汽修哥知道 他要抢银行的计划后 连连摇头 自己以前的生活确实不如意 可如今有了老婆 孩子热炕头 不想再冒这个险 想要入伙也可以 自己顶多大打下手 没有钱投入的 无奈的卷哥只好去求助医生 医生的说辞和汽修哥是一样的 可以搭把手 但是没钱 不过医生倒是给卷哥推荐了一个人 小偷借的老手法兰 法兰一辈子都是靠偷盗为生 吃劳饭的次数也不少了 可就是改不了 这不 他又在行骗一个女律师 故意说自己带了很多美金 放在身上不安全 想先放在律师这里 律师好心的帮了忙 没想到 法兰晚上就将律师的保险柜 洗劫一空 他是怎么找到律师保险柜的 原来 法兰在庄前的信封里 放了个定位器 找到之后 用电钻破坏了密码锁 法兰刚把钱拿到手 就听到楼下有动静 原来只是一个清洁工 他就洋装自己是公司新来的同事 蒙混过关 刚从律所出来 法兰就被一辆小车尾碎 觉得事情不妙 他转身 进了一家酒吧 而车里的人正是我们的卷哥 他此时并不认识法兰 还正在给法兰留言 约他出来谈谈 就在不经意间 法兰已经来到他的侧面 一肘子打碎车窗 质问卷哥为何要跟踪自己 真是不打不相识 闹了这么一个误会 随后卷哥就说了 打算抢银行的计划 法兰不屑地看着他 我能自己自足 为什么要蹚这趟昏水 再说了 自己入伙 能分到多少钱都还不知道 卷哥见他不为所动 就拉着他走了一遭 做起了详细的计划介绍 两人来到银行门口的下水井边上 还把一把卷尺顺着扔了下去 随后穿着雨鞋 走进下水道里边 看着标尺上的距离 他们觉得自己和百万富翁 只有18米的距离 是的 因为银行就在18米的地面上 其实外部因素都很好解决 关键是银行的内部勾高 进出保险库的房间 都有动态感应装置 再说就算进去了 保险库如何打开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弄到银行的平面图 卷哥也是拼了 他亲自拿着相机 在银行里面偷偷拍摄 这怎么可能逃得过摄像头的抓牌 没一会儿 卷哥便被请到了保安室喝茶 然而一番搜索之后 并没有找到相机里的照片 原来在搜身之前 已经被卷哥做了手脚 早早的就把储存卡拔了出来 找到银行大概的平面图之后 利用三角函数的关系 斜着歪条地道 直通银行内部 说干就干 私人拿着装备来到下水道 确定好了位置 就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呢 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 保险箱的锁 如何才能顺利打开 按照以前的套路 如果用焊枪 大概要一分钟左右 要知道 那里面有四百多个保险箱 就算一刻不停 至少也要七个小时 时间未免也太长了 再说了 大家还不知道 保险箱长什么样 为了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 卷哥让法兰 去其他银行开个库 以便了解保险箱的构造 从而制造出 更适合打开保险箱的工具 可是卷哥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地道已经快打通了 法兰此刻就想知道 怎样才能进入保险库 卷哥似乎很有信心 可是却说不上来 无奈的法兰 只有撂挑子走人 卷哥很是苦恼 法兰不仅是个偷盗高手 更是他们的经济支柱 没有他可不行 在跟女朋友诉苦的时候 女朋友的一句话 让卷哥毛色断开 当你认为他存在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消失了 卷哥兴奋地跑去 找到法兰告诉他 银行在营业的时候 每天都有人进出保险库 实际上感应器 这个时候也是关闭的 如果在营业的时间 两个人冲到前台打劫 同时 其他人从地道进入保险库 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 外边的人 根本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 抢劫完之后 就可以从下水道顺利脱身 法兰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一行人就开始了 抢银行的准备工作 法兰不仅要扮演劫匪 还要充当和警察谈判的角色 就这样 六个人开着偷来的面包车 来到银行后面 卷哥带着一个人 从正门进去 法兰和医生 从停车场的后门进去 他们分别控制了 银行的一楼和二楼 保安室的人看到有劫匪 立马暴露警 而法兰让所有人都趴在地上 拿着枪逼着工作人员 往箱子里装现金 为了让保安乖乖出来投墙 他们拉来一个人质威胁保安 如果不从就杀了他 保安只好放下手里的枪 束手就擒 此时外边已经来了两辆警车 为了偷住警察 也为了让他们相信 这就是一起绑架案 法兰把保安第一个放了出去 紧接着 卷哥来到地下室 推开了一个柜子 按照之前的计算 地道会从这里打开 汽球哥砸开墙 顺利进入保险库 随后 两人拿上特制的液压装置 一个一个的破开保险箱 这些东西 可比焊枪快多了 七秒钟就能打开一个 两人看到一箱箱的现金和金条 甭提有多激动了 而法兰这边的任务 就是尽量拖住警察 时间越长越好 法兰真是个能言善辩的高手 把警察都忽悠得团团转 在这期间 法兰还放走了两个人质 一个尿瓶的小伙 隔一会儿就想上厕所 法兰看不下去 就放走了他 可当警察问话时 一看到他尿湿的裤子 也就没了兴致 还有一个老太太 她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法兰就和医生给他庆祝了一下 这让所有的人质 都看得莫名其妙 已经分不清 他们到底还是不是劫匪 关键时候 液压装置出现故障 此时 他们已经装了20多袋现金 但仍然还有很多保险箱 没有打开 卷个思索再三 决定就此收手 毕竟 拖的时间越长 越容易被抓住 收到命令后 大家开始撤退 把一袋袋钱 转印到事先准备好的快艇上 卷格则留到了最后 他把一块红布铺在地上 把抢劫用的四把枪放了上去 还留下了一张纸条 外面的警察按照要求 送来了外卖 可是却打不通法兰的电话 起了疑心的警察 觉得是有蹊跷 再看看脚下的下水井盖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安排特警强攻 这才发现 银行只剩下人质 劫匪早已逃走 而顺着水路追来的特警 也扑了个空 特警为什么没能抓住卷格他们 因为他们是向不同的方向走的 为了能让快艇在下水道行驶 卷格他们用木板截住水流 而后一直向里面走 在不远处的一个下水道口 他们早已架设好了梯子 而下水道的正上方 停着偷来的面包车 通过掩人耳目 把钱袋子偷偷运到车上 直到最后警察才发现 就连劫匪用的枪也是仿真枪 被这样戏耍 警察甭提有多憋屈了 其实呢 卷格提出用仿真枪 也有他的目的 就是害怕万一被抓了 至少也可以少判几年 六人成功逃脱 剩下的就只有分钱了 看着桌子上满满的现金 众人都傻了眼 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多余 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分了钱 烧了面包车 各回各家 卷格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低调再低调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其中一个人就是爱炫富 炫耀就炫耀吧 还包养起了情人 被老婆当街抓个正招 气不过的妻子 就到警局揭发了丈夫 随着一个人的落网 其他人也都别想逃了 气球哥在自家的仓库被抓 法兰在和女儿吃饭时 意外看到新闻报道 当他意识到不好时 警察已经包围了他的房子 在被抓的那一刻 觉得真心对不起女儿 卷格是最后一个被带走 他被抓时显得很平静 转眼两年过后 卷格刑满释放 而前来接应他的则是法兰 法兰被判入狱七年 不过现在处于保释状态 也能和卷格再潇洒一阵子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在当年抢劫案发生后轰动一时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 有组织有预谋的大人物所谓 觉得他们的偷盗手段不可思议 银行实际损失有多少 没有人清楚 据说被盗的财物 可能有800到2500万美金 而追回的现金却只有一百多万美金 几个劫匪分别被判 两到15年不等 现如今已经全部刑满释放 据说有的人过得还不错 买豪车和别墅 有的人则做起了珠宝生意 这还真应了卷格所说的一句话 那些显赫家族里的大人物 在出名前 双手必定都是肮脏的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